各位同学妹平安 我是登英山牧师 我们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们信仰的那个基础 到底你信耶稣 你的基础 信仰的根基基础 是建造在什么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愿意好好的来到查考圣经 让我们信仰是能够建立在 神的话语上 而且是直接的 正确的 全面的对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看一般的经文版面的排列 是这样子排 打横排的也好 打字排的也好 都是一段段的 会说是一节一节一节排下来 那么愿意在这里 和大家介绍一个读经的方法 叫做圣经分析排版 圣经分析排列的读经方法 让大家能够读起来的时候 能够更加清楚明白 看见神的话语 以至我们能够读到 清清楚楚读神的话 好 经过这个版面排列之后 我们看见就是把经文重新的分析排列 没有动过那个加上注释 没有 没有加什么 还没有加标题之前 只是把经文重新的排列 你看起来的时候 希望能够是更加的能够清楚 弟兄们随机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腊 往比利亚去 二人到了进了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闲逾贴撒农利家的人 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也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有多信相信的 有信尼尼尊贵的妇人 男子也不少 这里所讲到是保罗和希腊 第二次不到旅程的时候 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 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先进了 犹太人的会堂 如果你看17章1节到第9节 他们是先到了贴撒农利家 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 在他们当中 和他们证明耶稣基督就是 他们的弥撒亚 可惜他们把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了 那在那边会堂里面有人信的 但是在那边多数的犹太人 就起来轰动 就把保罗和希腊赶走 他们就两个人就逃跑 就跑到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 来到比利亚这个地方 同时进到犹太人的会堂 同时那位讲员 同时那个信息 讲的都是从俱约圣经 从律法里面 给他们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他们 所钉死的那位弥撒亚 但是比利亚的这些犹太人 在会堂里面的犹太人 他们对神的话 有更大 有更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给你看见就是 到底是一间教会 好不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很重要的从神的角度来看的 一个重点是 到底这个教会 对神的话 那个反应 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 是天天考察圣经 保罗讲 如果他们说 哦信 那他们的信仰就是建造在 讲员上面 如果讲员讲了 保罗讲了 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一下 哎 的确是这样 圣经的确是这样讲 那他们的圣经 他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 圣经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基础上 不是建造在人讲的什么样 而是建造在神的 神的话语里面 当你听了之后 你回去看一下 读一下 哎 是真的 圣经成为你信仰的那个基础 是你直接从神的话里面 去研读圣经 这里有个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他们examine the scriptures daily to find out what Paul said is true 看看保罗讲的对不对 保罗会讲错吗 不是 保罗不会讲错 但是他们要自己确认 确认 确认从神的话里面 到底神的话 基本上是不是 好像保罗所讲的 所以那个结果很好 就很多人信耶稣 男子也不少 我看这里是大家都喜欢吧 一般教会弟兄姐妹 都是姐妹多弟兄少 但是这里呢 很多人信耶稣 各位兄姐妹 这是一个读经经文分析版面排列的方法 我们也从这个 这本圣经里面 这个分析版本圣经里面 也推出了一个圣经信息查经班 是让弟兄姐妹能够 透过功课 做功课 透过讨论 分享答案 透过聆听信息 来到来到读神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查经班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跟我们联系 可以通过电邮的方式 可以通过这个电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来跟我们联系 好 愿神的话 大大的赐福 每一位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 真实我们生命的力量 改变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我们感谢主 求主帮助更多弟兄姐妹 能够在你的话里面 更加愿意扎身的 来到读你的话 把信仰 建造在你话语上 感谢主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